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圣诞节假期期间 访问了伊拉克与德国的美军基地 在访问期间 他告诉美军官兵说 美国将不再担任世界警察 那么嫌异情况 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 邀义 是 林森 我们知道在今年的这个亚诞假期 我们看到其实政府是关门的 联邦政府是关门的 因此有许多的人都 国会议员已经回家 但是特朗普总统却选择说 并不到他的海湖庄园 佛里大的海湖庄园进行度假 而是选择留在白宫 那么他在圣诞节之前 还特别在推特上说 说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白宫当中 很可怜 那么但是国会议员却没有通过 他所要的能够建边境高墙的预算 所以他现在变成被迫留在白宫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结果在这个圣诞夜的时候 特朗普总统圣诞节的时候 他却突然的出现了在美军 在伊拉克的空军激励 那么之后他也前往了德国的 在德国的美军的基地 那么在这个基地的时候 他对美军官兵大约五千人发表了演说 那么在激励当地的 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的官兵 那么之后他也在接受随行的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则是表示了说 美国不会再担任世界警察 那么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说的 他说美国将不再担任世界警察 重责大任都落在美国的肩膀上 对我们太不公平 我们遍布世界各地 有些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的国家 我们也在那里 明白说这真是太荒谬了 那么这是回应特朗普总统 在对美军官兵讲话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他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那么我们知道 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受到了国防部长马利斯的反对 那么对此马利斯已经提出辞呈了 那么所以特朗普总统 在接受美国这个媒体 随行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则是这样回应说 美国不要再担任世界警察了 那么更多于特朗普总统 在伊拉克空军基地 对美军进行唠军相关的新闻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 维达库斯瓦拉的相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 梅拉尼亚在圣诞节后 看望驻伊拉克美军 这是特朗普首次以总统身份 到访冲突地区 我们来到阿萨特空军基地 对你们为保持美国安全 强大和自由所做的一切 表示永恒的感激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 因为国会与特朗普在拨款 在南部美墨边界 修建隔离墙的问题上 僵持不下 上个星期 特朗普总统宣布 以战胜伊斯兰国 并从叙利亚撤军 此举引发争议 据报道 他还下令五角大楼 从下个月开始 撤回住伊拉克 14000名美军的一半 美国军官警告说 撤军会使该地区 进一步陷入混乱 国防部长马蒂斯 和打击伊斯兰国 全球联盟特使 布莱特·麦克格相继辞职 他们表示 不同意总统的政策 特朗普在对部队讲话时 为从叙利亚撤军贬护 并再次声称 已经打败了伊斯兰国 这个圣战恐怖组织 两年前 当我刚成为总统的时候 他们很有控制力 今天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了 你们做得很棒 在前往伊拉克之前 特朗普总统 在椭圆形办公室 通过视频 祝愿全球各地的美军圣诞快乐 一些媒体批评特朗普 是2002年以来第一位 没有在圣诞假日期间 亲自慰问美军的总统 美国之音记者 维达·库斯瓦拉 白宫报道 是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特朗普总统 是前往了伊拉克的空军基地 那么之后呢 还有前往了美国 遇在德国的 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 进行烙军 那么之后呢 已经在这个星期四 早上回到了白宫 不过呢 特朗普总统 这次的这个 这个烙军之行呢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包括呢 他在对官兵讲话的时候 提到说 这个过去的这个 美国的军人 都没有 薪水都没有调涨 那么在他的任内呢 要给他们大涨 10%的薪水 不过事实上呢 从过去的10年以来 美国官兵的这个薪水 一直都是有在调涨的 而且呢 特朗普总统所说的 10%的调薪 事实上在2018年 只有调了2.4% 那么预计在2019年呢 也只会给美军军人 提高2.6%的薪水调幅 所以呢 特朗普总统 他这次在对官兵的说话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么此外呢 我们刚才听到了 特朗普总统说到 关于政府官门这个消息 那么目前呢 我们看到 在白宫方面 以及国会方面呢 双方都还没有让步 那么在白宫呢 在星期四的下午 又特别发出了一个声明 白宫新闻发言人 桑德斯表示说呢 他说 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 任何的预算案 都必须要给联邦政府 足够的经费 来支持边境安全 阻止非法毒品 罪犯 MS13的帮派分子 走私人口 以及儿童的 那总统并不希望 政府继续关门 但是他也不会签署一份 不将美国安全 摆在优先的预算案 那么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 在今天星期四的下午 12月27号的下午呢 白宫方面对于政府关门 还是十分的强硬 林森 好 谢谢杨毅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黑宫 黑宫